OK 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 赵英 后面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小猪猪 真可爱 OK 我是珍妮 我今天耍我一下自己 看看我自己能够耍成什么样 非常高兴大家来看着我一起耍 好 我们先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卢米斯巴基 我手上的这个是我们的非常漂亮的流线型的 而且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卢米斯巴基 卢米斯巴基它通常就是说 是给我们做洗脸清洁用的 我们它的有正常的两个导头 三个导头其实 一个是这种标配的导头 这个波浪型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柔软的导头 是这个章鱼形 章鱼爪型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firm的 硬的 那种的话我手上没有 它是给我们 对于男同事那个皮比较厚的时候呢 它是用他们清洁他们的脸 然后同时呢 女生的话可以清洁一下我们的后脚跟 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死皮可以得到一个磨掉 就这样子 那通常来说呢 我们一般的 我会用我们的这个柔软的这个硅胶导头来作为我的今天的这个清洁的步骤 把它扣在这个机器上 你会听到咯啦的一声 这就表示它已经扣好了 扣研了 那你看到我们的这个机器哈 我给你们打开 那个power 这个power在这边看一下 它有两个转动 一个呢是向左转 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清 一个呢是向右转的 对 它这个的原理呢 就是叫做规脉动返旋科技 它一边呢向左 然后呢它左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的这个洗面奶 把它导入 谁把那个声音关一下好吗 亲爱的 它把这个洗面奶呢给导进去 然后呢在右边的那个旋转呢 就把这个脏东西给它导出来 所以它比一般的我们用手清洁和别的机器的清洁呢 都要清洁的干净 同时的话呢 它通过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脸上做这个清洁哈 我们的这个 看它这个 你自己可以摸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机器的话 它的这个硅胶的这个导头 它是银离子的硅胶导头的是这一个科技哈 它比我们普通的那个毛刷呢 要柔软很多 如果你曾经拥有过 以前的一种品牌的 这个洗脸衣的话 你会摸起来 你会感觉到它其实有一点渣渣的在脸上 那我们如果用 放大镜放大很多很多背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每一个毛刷的那个头都是尖的 它是对皮肤是有伤害的 那我们的这个导头哈 它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很温和 我们把它做过实验放在鸡蛋上面 打的时候鸡蛋都不会碎 然后我们放在那个 gel上面呢 它也不会 gel也不会破掉 它整个的表面都是非常保持很光滑 所以我们的这个导头是很温柔的一个导头 那同时呢 它在做清洁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 这个振动 它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哈 有一个被动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平时的话呢 都是做身体的运动 是为了把这个 肌肉练得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举雅铃的时候啊 然后这边的这个肌肉 是为了它能够有线条 然后紧致 那这个让我们的脸部 做一个被动的运动的话 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脸部的这个肌肉呢 起到一个收紧 紧致 那同时有了紧致以后就提升了 同时呢 配着我们的这个洗面奶 它里边还有一个胶原蛋白的成分 所以呢 它在洗的过程当中 它也有一个滋养的一个皮肤的作用 那有朋友就问了说 那我能不能够用我自己的这个洗面奶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科技 科技的意义就是它的精准度 它在旋转的这个速度 和这个洗面奶的光滑度 滑润度 它都是配好的 也就是说 这个洗面奶在脸上 它会有多少阻碍 然后有多少滑度 那配着这个机器的旋转度 它是刚刚好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皮肤 它的清洁度也是刚刚好 然后呢 它的吸收度也是刚刚好 如果你用了别家的洗面奶 我不是说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它的效果一定不如 我们自己的这个洗面奶呢 那么完美 因为这个是科技科研研究出来的 它是对它是一个 怎么讲 是一个完美的搭配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开始我们的步骤 先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机器呢 弄一点点水 把它稍微的在水里边冲一下 让它湿一点就好了 那洗面奶呢 我是把它挤在这个机器上边的 小的里边这个圆 我把它挤大概这么多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会把我的脸打湿 脸呢是这样的哈 如果你太湿呢 它的那个洗面奶会流下来 但如果你要是太干的话呢 它不太容易起泡沫 所以呢 这个恰当好 也是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哈 不然的话 多做几次就会 得心一手了 就自己就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水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脸也湿了 这个上面也湿了 然后已经有了这个洗面奶了 我就把它抹在均匀地抹在我们的这个 先不要开机 先把这个洗面奶就抹在脸上 好 抹匀了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开机 那开机的动作哈 我现在呢 就跟大家说 你心里边想的一个五条线 我们叫五线谱 从这个下额开始到耳根 然后从嘴角到耳根 鼻翼到耳根 然后从眼下到这边 然后五条线以后往上走 对 上边呢 你还可以说 这个一二三是中间 四五 然后在下来的时候 左边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五条线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Push一下你的这个苹果肌 两边 让它呢 往上走 停顿一下 让这边的肌肉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按它这个power 第一条线 走的时候是要慢的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可以把这晃一晃 这边有一个有黑头的 它可以帮你 把黑头吸出来 眼下 然后从眉毛这边过来 如果你有很强的妆 眼睛 你就一定要先把眼睛 一边画一画 整个这个机器 在过程当中 它每30秒 它左右的旋转会切换 所以你会听到 嘎啦嘎啦的声音 这个不用担心 是它在切换 它的 转的方向 但是如果你的动作过于快了 比如说你这样子 它就停了 你看它这个就停了 它就告诉你说这个动作 不太快了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伤到你的皮肤 所以你 你 用这个速度 它现在在 转一个旋转的方向 这个不用担心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把这个果子 靠近这个边缘的地方 让它运动一下 我呢 主要是推这个苹果机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苹果机这边的振动 就让整个的这个 面部的肌肉 能够被动的运动 好 最后一个30秒 如果你有灰头的话 鼻子这边 另外一边摁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 用这边这样摁一下 因为它有个窝 不容易把那个东西弄出来 现在两分钟 基本上这个洗脸的 已经完成了 看我这个里边有多脏 看见没有这里头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如果是都是毛的话 这脏东西就很多了 它那个细菌就会 剔在这个里边 这你再给我们看看 好多脏 我给你照张照片 看看你这脸 多脏 好的 照好了 对 如果你要是毛刷的话 我不敢保证 这些脏东西都可以洗掉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很 easy的就在水龙头里边 把它洗一下 洗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拿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轻一点 一起抠 我上次把它整个给抠 抠碎了 所以呢 拿到水里边去冲一下 这个机器的里边 也是这样子 稍微的拿水冲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岛头 这样子冲的 就非常干净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洗脸的过程 两分钟 我们可以既清洁 然后又可以让 肌肉有一个运动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除了洗脸 洗脸之外呢 激活我们的胶原蛋白的 一个美容仪的这个称号 它当然是当之无愧了 好 那我现在就把脸洗干净 等一下我要开始 做我的challenge 大家一起跟我洗脸 等一下呢 我有两个水果 一个一个是橘子 还有一个呢是草莓 我倒是想看一看 就是我们的这个洗脸仪 能不能够把它呢 上面的那个洗面奶 不是洗面奶 那个foundation 会洗得干净 会洗得干净 好 我把我的脸洗干净了 在洗干净了 在我做challenge之前 我得要先补水 眼睛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会觉得 有点辣辣的 拿毛巾 把这个眼睛 在这个地方 稍微擦一擦 然后你就 拍一下它 别忘了脖子 好 我现在进行 第二次倒水 秋天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是补水 是很重要的 number one 如果你的皮肤不够 滋润 水不够多的话 整个这个 秋天跟冬天 你会增加很多的细纹 然后 包括斑都会出来 这是我的第二次 补水 再来一次 第三次 好了 我补完了水以后 如果等一下 有朋友要进行护肤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 护肤的步骤 比如说我还会有 蓝蓝珍珠啊 这些的 那我现在开始 做我的那个 Lumi challenge 我现在